说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一架客机13号将落在喀布尔国际机场 这是塔利班8月15号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来 首趟飞抵阿富汗的外国商业航班 这趟航班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起飞 仅搭载大约10名乘客 说尼日利亚预政部门证实 尼中部科吉州一座监狱12号晚间遭到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 200多名犯人逃跑 安全部门正在全力追捕在逃犯人 尼方还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供了犯人的详细资料 以防有人逃往境外 说9月13号开始 意大利所有大区学校陆续开学 新学年教育部仍然要求学生之间原则上保持至少一米间隔 如果客观条件无法满足这一要求 学生必须戴口罩并采取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根据一教育部公布的全国学校防疫措施 教职员工进入校园必须持有绿码 说西班牙埃斯特波纳贝尔梅亚山脉13号发生大火 目前大火已经摧毁7400多公顷土地 迫使2000人离开家园 说13号尼利亚首都阿布甲遭遇强降雨 以发洪水 大量车辆和房屋被毁 市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说13号上午 土耳其西南部的旅游大省穆拉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旅游大巴撞上校车后发生翻车 大巴司机当场死亡 据初步报告 司机患有心脏病 49名伤者包括41名乌克兰旅客和7名学生 目前上月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 说13号 有人在日本东部神奈川县小田园海滩上 发现一具15米长的抹香精尸体 当地居民感叹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抹香精